这儿来个小八大鱼,能看见吗? 还是个小崽子呢? 哎呀,对不起啊,这肚子让我捉掉了 这个好小一只啊 这种长腿的,好像这么点儿的,第一次遇到的 以前都是比较大 这它爬呢 这种的就给放了吧 这种的带回家养也养不活,长腿的不容易活啊 吃的话,它们有的 这么点儿的给它蘸芥蒙,生吃 这种的就不要了,给它放了 水的潮水就跑了,给盖上点 不然等会被别人又捡走了 这水底下有一根海参 不知道你们能看见 有这阳光好像不太清楚 陶叔给你们瞅瞅 哎呀,上来 看 能看清吗 哎哟,好胖啊这个 它没有大呀,在这边潜水就摸这玩意 像个啥玩意,像个大厂重 哎呀,好硬啊 这玩意越活它越硬 这种呢,带回家可以在浴缸里头爬 扫不了 带回去 哎呀 这玩意它咬人 直接把我这个手指都给我咬了 这是个小扇贝 看看它的眼睛 能看见吧 好多呀 有点疼 哎呀 甩片去了呢 这种的还是挺新鲜的 这个孔应该是个小扇贝 来福尔来,把盐带来 再别扇上来呢 下发给你别的 来,摘下来 这不是盐呢 啊,这是 一盒新墓园 这是他们家第2代侧孔军的简陆 这个洗脸特别好用啊 这带回家再用吧 先盖 上上点盐 能不能出来 好像不行 哎呀,这是个蛤脸 是个小黄鲜子 去 这个孔太像了 啊 一点点盐啊 没有了 这每到冬天这个城王全都出去了 看看这洞往哪躲 这边 不行了兄弟,我一点都不能给你了 真没有了 在这 挖挖炕 跑又过来了 他那个铲子也不知道能能帮 借我用一下 我估计挖到了 这城王都跑了 这样能挖出来 这城王得多点位 哎,在这儿呢 哎呀,在这儿呢 这兄弟 点也太贝了吧 我这一个破厂子都能给他搞出来 他这一心求死啊 小伯 小伯 你看看你啊,你也不抓呀 在这沙子底的,他挖不出来 这帮狗又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 买了点这个蔬菜啊 今天准备双盖火锅 刚才啊 我回来了 今天咋没下蛋呢 扣你工资啊 今天没撑王了 给他吃这蔬菜根吧 小脸造 给你们推荐这个西木园 这是他们家第2代 层口具鸡眼肉 这我这个最近也一直在用 那个 因为赶海的天太热啊 晒的这皮肤就容易出油 所以用他这个感觉还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种蹦头按压的设计 就特别方便 挤出来是这种 琥珀凝聚露一样的感觉 这里面添加的都是止碎成分 就比如升级后 近6倍控油力的 超分子药用层孔菌 就很容易揉搓出这个泡沫来 他这个上脸洗起来是真舒服 能把脸洗得特别干净 控油能力也相当牛 洗完也不会 绷得脸生疼 而且这个我也是用了一个多月 才推荐给大家的 然后我感觉洗完脸啊 不仅出油少了 而且皮肤也变得 比以前好很多 这个如果有跟我一样 平时会容易出油啊 有黑头的 脸冒痘严重的小伙伴 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 他这个是氨基酸解面的 这里面有个给油敏感肌研发的 3比1比1 氨基酸表和黄金比 还有两大专利 所以这温和道连敏感肌都可以用 我现在每天早晚都会用它 而且还不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我的评论区 领这个大额优惠券 现在下单的话 129还能到手两支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我挺推荐的 有需要的油皮或者脸比较敏感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几个都是熟的 这小蛤蜊都是泡火沙的了 给这里的增香 这是存海鲜果 先来个小金针菇啊 这个酱我就弄的这小麻酱 太完美了 就不调那个什么酸辣酱上的 就吃这个原汁原味 比较清淡 哦哟 喜欢吃香菜的啊 这个来一口 看看 怎么样吗 这小麻酱 这小麻酱蹦我身上来了 这皮皮虾就是结个味 哎哟 有点烫 这头不要了 这给小猫吃了 到旁边的梗子上了 看看这肉 草原吃草原火锅 在海边就得吃海鲜火锅 有点咸 还行 来一根成王 成王蘸麻酱好像没吃过 大家先吃 哽叫 你们冬天还喜不喜欢吃火锅 喜欢吃那种辣的是吧 其实辣的也不错 我就是最近 嗓子容易发炎啊 就是 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就是这个蘸料你们 可能北方人喜欢 南方的差一点 意思 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味道还可以 调个二八样 但是不喜欢吃麻酱的绝对不行 再来个小科技吧 这个虾给他吃 这虾头就给小猫吧 他给底下耿起来 有点烫 海虾 纯海虾的话 不用去虾线 因为他不是那种养殖池里的 养殖池里的虾线很多都是泥 这种虾的虾线都是海藻 稍微蘸一点就行了 嗯 哇塞 再来个小明天见 这种肉片喜欢吃的 一定要自己切着吃 这样你放心 他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来口 这小蛤蜊都捞不着了 太小了 这种蛤蜊炒着吃行了 你看是不是 这肉还行 肥美 鲜嫩 滑溜溜的 看 再快点这个小鲜汤 这种汤特别咸的 不错 再来点小科技肉片 蘸的就完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拍到这里 喜欢大骑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